HELLO 各位玩家們 歡迎收看本週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九映 台灣團隊赤竹遊戲 在2017年推出的恐怖遊戲《返校》 在當時造成了一股轟動 並且也宣布要拍攝真人版的電影 終於等了兩年 現在已經製作完成 並且宣布即將會在今年的 9月20號正式上映 在第一波的宣傳影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多的畫面 都是還原了遊戲的場景 並且它營造出的恐怖氛圍 真的是不輸給當時的遊戲體驗 相信所有的粉絲們一定都非常的期待吧 不過說到了赤竹遊戲 應該也有很多人會想問說 還原到底什麼時候才會重新上架呢 馬上來收看本週的新Game報導 史上最強光頭 終於要推出家機遊戲囉 由超人氣漫畫 一拳超人改編的3對3對戰遊戲 要登上家機平台 一拳打爆你的對手囉 這款遊戲由 Spike Chunsoft 開發 收錄各個身具魅力的英雄與怪人 禿頭披風俠 奇遇老師 魔鬼改造人 傑諾斯 地獄的吹雪 因素索尼克 武罩騎士 等等多位個性十足的角色 不過奇遇強成這樣 預告影片裡所有角色看起來都像在幫他抓癢 這遊戲的平衡性真的沒問題嗎 加油呀 普羅斯大人 喜歡友情破壞系賽車的玩家 大家一併都記得20年前那個瑪琉賽車 陸星鳥大賽車 以及戴狼大晉級賽車三強鼎力的年代 如今戴狼大晉級賽車 氮氣爆衝 要以全面翻新的精緻畫面 重新演繹自己又混亂的趣味賽車 登上這個派對賽車遊戲的舞台啦 在賽道上玩家可以拿到許多功能強大的妨礙道具 像是追蹤導彈、防護罩以及招牌的TNT炸彈箱 這些可能都是逆轉的關鍵喔 不單單只靠道具 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玩家只要按下甩尾鍵就能開始甩尾 抓準排氣管冒出黑煙的時機 按下另外一個甩尾鍵就能夠使出噴射加速 在空中按下甩尾鍵也能夠讓車子落地後噴射加速 跑得快的關鍵就是抓準每個彎道和坡道的時機 本作的招牌模式冒險模式 玩家要率領代行一行人和外星侵略者競速 決定誰才是銀河系的最速王者 在島上我們可以自由的接比賽任務過關斬將 每張地圖最後都會有個魔王級的賽車手等著跟玩家對決 他會使用無限妨礙道具等方法阻礙玩家 每一位都是超強勁的敵人喔 和舊版不同的是 玩家也能夠在冒險模式內選擇氮氣爆充模式 用拿到的零件客製化角色與車輛 如果玩家只是想要和親朋好友輕鬆的來一場 直接到比賽模式 選擇想要的賽道和喜歡的賽車吧 在對戰模式中有許多規則各異的對戰可以玩 像是想辦法用妨礙道具把對方打到沒血 就算獲勝的輸死戰 或是互相爭奪旗幟的奪旗模式 而在網路盛行的新世代 當然也不再局限只能和身邊的親朋好友 共用同一台電視對戰 在豐富的線上模式裡 有著全世界的賽車高手等著你來挑戰喔 在當年以速殺的氣氛和冷兵器戰鬥而聞名 SNK 的經典戰機格鬥遊戲是魂系列 正統續作 世魂小 與前作相隔11 年之後正式上市 在劇情方面 故事將拉回到初代的前一年 玩家將在寬正改革的年代 見證16 名新舊角色的生死鬥 本作的核心理念是以舊作真式魂出發 加入多項歷代系統的特色 營造獨樹一格的遊戲體驗 光是防禦性的選項就有著單純的閃避 會製作大破綻的看破 以及能夠擊飛武器的彈回等多種選擇 再配合招牌的怒氣爆發系統 還能再使出彈飛武器必殺技 迅捷的一閃 以及一場只能夠使出一次的滅耀翼等招式 比起以往格鬥遊戲的跳入、牽制和年段 本作更重視瞬間的格擋、板擊等看破對手的技巧 考驗玩家對於掌握敵我之間立回距離的基礎能力 而且在發售首日也依照先前測試版玩家們的意見 及時將更新檔上線、大幅改善遊戲手感 讓玩家更進一步體驗開發團隊想要表現的一觸即發 對戰樂趣 另外遊戲還主打一個革命性的新機能提升 在供玩家練習的道場之中 遊戲會逐步學習玩家的習慣 並創造一個與自己有相同習慣的替身AI 除了可以跟自己對戰之外 也可以上傳替身或是下載其他玩家的替身來對戰 藉由這個系統 玩家可以體驗與眾多頂級玩家的模擬戰 同時也能夠改善對戰弱點 可以說是相當實用的新系統喔 懷念以前在電動間與同學們對戰的時光嗎 試魂小就要帶你回到那刀光劍影的世界喔 你有想過有天你被死靈法師召喚復活變成了僵尸 然後湧闖地下都市 把擋在前面的怪物統統做成食材吞下肚嗎 由台灣獨立遊戲團隊馬喳喳 帶來的橫向整軸動作遊戲 《餐飲地城》就要帶你來體驗屋裡頭 又台位十足的另類地獄廚房囉 《餐飲地城》目前僅開放第一大章 扮演僵尸的玩家 為了學得死靈法師大廚西米的真傳 必須帶著國產以及爐火 闖入巨大的地下都市 找尋儀式的食譜並擊退森林之王的攻勢 至於路上看到的魔物 二話不說統統做成料理就對了 玩家可以藉由打敗魔物取得素材 製作成料理獲得能力的提升 然而餵帶的容量有限 最多只能裝下七道料理 所以玩家可以將一道用不到的料理 從餵帶裡拿出來 隨著遊戲的進度 也會有員工福利 免費給予玩家額外的特殊能力喔 不只是做料理 部分素材也能夠合成武器 左右手各自有可以合成的武器做搭配 無論是傳統的劍盾、雙刀流或是法杖等 都任由玩家搭配 而有些稀有怪的元素系素材 還具有額外的元素或是魔法傷害效果呢 每一隻魔物的特性以及攻擊模式都各有不同 玩家需要實時注意攻擊模式與形態 適當切換攻擊模式或是迴避閃躲 每場BOSS戰還會有至少四段以上的攻擊狀態 謹慎面對不要傻傻硬衝 不然只會死到懷疑人生喔 雖然在Steam 上仍處於早期體驗階段 但遊戲目前已經累積了700多則的壓倒性好評 喜愛像素風、橫向動作遊戲的玩家 請拿起你手上的鍋鏟 親自到餐飲定程中走一趟 徹底大快躲移吧 SEGA 的人中真龍系列 PS4 復活計畫 在上週終於補上最後一塊拼圖 原本在2012 年於 PS3 推出的 人中真龍 5 實現夢想者 透過高解析度及高幀數化提升品質 在 PS4 上推出 玩家將扮演同身鷹馬 牙島大河、澤村堯、品田成雄等五名主角 在日本的五大紅燈區 上演一場場充滿熱血的群像劇 除了自己的專屬故事之外 本次遊戲最大的特色 就是屬於每位主角的額外篇章 這些額外篇章是基於劇情之外的全新小遊戲 並且能補完個人的劇情 像是同身一馬的額外篇章 就要用計程車跟人來斷公路尬槍 牙島大河的篇章 則要拿起獵槍和陷阱去與雪山搏鬥 玩家可以只遊玩主線故事 不過建議推進這些額外篇章 才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劇情 額外篇章以外 本次的戰鬥模組也幾乎全部重置 不只是每位角色都有專屬的熱血動作和天啟技能 甚至還有特別的絕技可以發動 像是同身的絕技 就能夠發動怒龍氣魄 暫時無敵 一口氣將混混打上天 系列知名的小遊戲要素 也都一如既往的通通保留 用更高等級的畫質 享受卡拉OK 射飛鏢 玩街機 甚至是上公關酒店等諸多小遊戲 一不小心就會在這裡打到天亮 根本忘記推主線了啦 關於Nintendo Switch新機種的消息 一直是傳得沸沸揚揚的 在今年3月 華爾街日報曾經報導 將會有兩種新機種 一種是加強版型的機種 而另外一種則是造型設計翻新的廉價版機種 而在前一陣子 中國一間生產遊戲配件的廠商 他們疑似透露了新主機的樣子 在收納包以及保護殼的示意圖當中 可以看到Nintendo Switch Mini 的主機外型 並且在Joycon 的位置 變成了不可拆卸的設計 看起來更像一台單純的掌機 雖然這些照片看起來有諸多的疑點 不過玩家們 如果真的有Nintendo Switch Mini 的話 你會買單嗎? 馬上來收看本週的特別企劃 6 月 E3 展的落幕 代表 2019 年也過完了一半 在 E3 展眾多超強大作的輪番火力展示之後 相信一定讓很多玩家看到心有難耐 雖然有許多遊戲要等到明年才上市 但在今年下半年 依然有許多令人期待的作品等著要推出 到底有哪些遊戲讓大家的荷包面臨嚴重的考驗呢 一起來看思心風的介紹吧 說起今年下半年最受人關注的作品 那肯定就是由知名遊戲製作人 小島秀夫獨立開設公司後的第一款作品 死亡擱淺了 採用了地平線期待黎明的工作室 Gorilla Games 慷慨提供的 Decima 引擎製作 目前所釋出的畫面 也都看得出來由這款引擎 所打造出來的美麗景色與龐大地圖 遊戲的系統目前還未完全明朗化 但光是小島秀夫作品這個原因 就足夠成為玩家們期待的理由 小島表示 死亡擱淺的玩法將有別於以往 玩家可以使用背包後的許多道具幫助自己冒險 如果在冒險中死亡也不會真的game over 而是會進到另一個世界中要想辦法奮戰回歸 當然小島的作品 劇情也絕對會是一大懸念 主角珊姆 究竟面對的是怎樣的世界 恐怖又無形的BT 與時雨會造成什麼樣的威脅 還有關鍵的嬰兒BB 到底是什麼 他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許許多多的謎團 都讓人好想一探究竟啊 去年初讓魔物獵人系列 成功打入歐美遊戲市場 累積銷售量突破一千萬套的魔物獵人世界 在今年秋天要發售的超大型DLC 魔物獵人世界Iceborn 毫無疑問 依然是今年最受玩家期待的作品之一 資料片中 第一個讓人期待的新消息 就是全新地圖永霜凍土 在這美麗精緻的雪景中 連雪地都會因為獵人的經過而留下痕跡 而在本作中出現的魔物 當然也深受玩家的期待 包括了產起樹幹 橫沖直撞的猛牛龍等全新魔物 還有像烘龍迅龍這些令人 又愛又恨經典魔物的回歸 也讓老獵人們興奮不已 當然本作的封面魔物 古龍冰狀龍 更是讓玩家越越欲試的全新挑戰 除此之外 獵人本身也更加進化 有新的道具 飛翔爪可以直接抓住魔物 每種武器也都有帥氣 又實用的新動作與招式 不管是老獵人還是新米 你怎麼有辦法抵抗 魔物獵人世界Iceborn的誘惑呢 在期待荒野之息續篇的同時 在今年下半年 同樣還有另外一款薩爾達的作品 也備受玩家的期待 那就是睽違多年後 終於重製的薩爾達傳說之夢島囉 本作是以1993年在Gameboy平台發售 銷售量超過600萬套的經典遊戲 為基礎所打造的完全重製版 玩家將跟著遇難的林克 在智夢島上展開一場收集樂器的大冒險 遊戲不只是利用現今硬體的效能 讓畫面全面升級 同時也將遊戲關卡完全復刻 並加入了更加符合現在遊戲習慣的設計 如果是玩過當年原版的玩家 相信一定會因為這令人懷念的玩法 而淚流滿面 至於沒接觸過原作的玩家 光是看到超可愛的三頭生林克 一定就已經毫無抵抗的能力了吧 除了充滿創意的關卡之外 遊戲甚至還配合現在的創作需求 推出了超有趣的地城編輯器 相信在遊戲上市之後 肯定會出現許多跟瑪莉歐製作大師 一樣有趣的玩家作品喔 另外還有一點也讓人很在意 就是不知道這次的薩爾達傳說之夢倒 會被跟當年配合Game Boy Color 一樣 推出專屬於NS主機的全新關卡呢 真的是越想越讓人期待呢 繼去年精靈寶可夢皮卡丘一部的嗜水溫後 Game Freak 的招牌 RPG 寶可夢系列最新作 寶可夢劍盾盾 終於也要登上Switch 平台啦 本作的主舞台前樂爾地區 參考了現實生活中的英國充滿著英倫風情 而廣闊的礦野地帶 也將帶來系列史上最豐富的地區變化 當然每一次新作最讓人期待的 就是新的寶可夢長什麼樣子啦 除了一三家之外 擁有新特性棉虛的寶可夢 毛便羊 白蓬蓬等也相當的可愛 還有封面神獸蒼翔和藏馬蘭特也帥氣現身 系統方面急劇化這個新變革 將讓玩家可以組成團隊 合理捕捉野外的急劇化寶可夢 或是讓自己的寶可夢急劇化 與道館關主來場前所未有的炙熱對戰 儘管這次的劍盾將首次沒有全國圖鑑 很多陪伴訓練家們一路走來的寶可夢 可能都無法在本作中現身 同時Mega 和Z招式等系統 也都被急劇化給取代 但無可否認 精靈寶可夢對許多玩家來說 依然有著特別的情感 玩家們寶可夢劍盾這樣的改變 會影響你入手遊戲的意願嗎 星際大戰粉絲的玩家們 自從絕地武士與原力解放系列之後 是不是已經等了好多年 都沒有玩到可以手持光劍 暢快淋漓戰鬥的遊戲了呢 今年11 月星際大戰絕地 組織殞落就要正式上市 填補玩家多年來的空虛啦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在66號命令之後 倖存的絕地學徒凱爾 一邊精進絕地武士的技巧 一邊幫助反抗軍戰鬥 從目前釋出的預告中可以看到 玩家將可以操控凱爾帥氣的揮舞光劍戰鬥 還能夠使用許多原力技巧 把白兵們虐到不要不要的 至於凱爾的可愛小夥伴BD-1 也會在冒險中給予大家許多協助 另一個讓人放心的重要消息 就是 EA 已經宣布本作 將會是純粹的單機遊戲 不會有任何微交易課金系統 星戰粉絲們 再等一下很快就能夠玩到 最新世代的光劍戰鬥囉 說到射擊遊戲的代表作品 毀滅戰士這個名字絕對榜上有名 自2016 年這個經典招牌重啟之後 就以扎實、暴力與爽快的設計體驗 再次博得玩家的賀彩 在睽違三年之後 系列最新作《永恆》 要將原有的爽快感 再次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不僅有了勾索以及垂盪等前作沒有的新要素 地圖設計也比前作更立體更複雜 登場的惡魔更是前作的兩倍之多 暴力程度更上一層樓 當中還有一些老玩家們 一眼就能夠認出來的熟面孔 在塞進這些新要素的同時 依舊保留了讓人血脈奔章 速度和爽快感十足的射擊遊戲樂趣 甚至還加入了一對二玩法的戰鬥模式 喜愛爽快射擊遊戲的真男人們 毀滅戰士永恆就是你下半年的最佳選擇囉 要是有人問射擊掠寶遊戲的代表是誰 如果《邊緣境地》稱第二 那可能就沒有人敢稱第一了吧 系列最新作《邊緣境地3》 在3 月首度揭曉之後 至今依然維持著極高的討論與關注度 這回遊戲不僅將提供數以億計的槍支 等待大家來發掘 還將橫跨包含沙漠、市區、沼澤等險地 讓玩家打怪闖天下 四位寶庫獵人 每個人也都有獨特且多樣化的客製化技能術 還多了前作沒有了要素 例如攀爬以及滑星等 想必動作感也會更加強烈 至於每一代邊緣境地 都會有一個別具特色的反派勢力 這次也不例外 我們今天回要對抗的卡呂索普雙胞胎 和他們所領導的龐大邪教勢力寶庫之死 而協助你對抗邪教勢力的夥伴 更是老玩家再熟悉不過的老面孔 集結歷代作品之大成 不論是老玩家還是新玩家 只要是刷裝狂 都一定無法抗拒這代滿滿的全新要素吧 還記得當年與對手互嗆 連我阿嬤都比你行 一邊向盟友大喊我需要黃金 盟點發發發發發發木工 或比誰先大喊 糟了是世界奇觀的難忘回憶嗎 橫跨將近20多年的 即時戰略代表世紀帝國系列 系列作最經典的世紀帝國2 將要推出決定版 以4K高畫質 全新動畫特效和配樂 再次勾起玩家們的回憶囉 不只是畫質 音效與特效上的更新 決定版除了一次收錄 歷代所有的資料片 與最佳內容 還會增加全新種族 以及全新戰役任務 並將整合強大的 XBOX LIVE 連線功能 無論是Windows 10 或是 Steam 的玩家 都能夠順暢的跨平台連線 儘管新遊戲淋漓 但世界帝國2 決定版的關注度 依然碾壓這些後備小老弟 小狗短襪的決定性體驗 世紀最香冷飯 豈有錯過的理由呢 說到下半年必玩的強作 那當然也不能錯過 任天堂旗下的經典策略遊戲 最新作《聖火翔魔路 風華雪月》囉 雖然《聖火》系列近幾年來 一直在掌機和手機平台上推陳初心 特別是《聖火翔魔路 英雄雲集》 更是為遊戲累積了極高的人氣 但《風華雪月》是繼小之女神後 可為12年之久的全新主機作品 不只是利用Switch的效能 帶來飛越式的畫面表現 同時也將收錄歷代最多的遊戲內容 由於《風華雪月》是以軍校為背景 遊戲光是主線劇情就有整整兩大篇章 同時也新增了多個可選事例 以及指導、資格考試和訓練等學院風的培育手段 除了系列主打的《戰騎士軍團戰鬥》之外 這次在戰場上根據你與學生之間的感情 還增加了聯繫、濟略等不同的要素 就算是系列老粉絲 一定也會對這些全新的要素感到非常的興奮喔 說到軍事小說改編遊戲 那就一定不能不提湯姆·克蘭西這個響亮的招牌囉 旗下改編作品《火線獵殺》最新作《絕景》 不只將延續前作也進得開放世界 更將前作沒有的類擬真生存體驗 首次帶入到遊戲之中 舉凡跑步、攀爬體力的限制 受傷了需要離開博火區治療傷口 或者是面對敵人強大的武裝與高科技威脅 玩家都必須發揮絕佳的戰術技巧 利用周遭的環境做掩護 同時與隊友職業的特殊技能好好的搭配 才有辦法化險為夷、克敵至勝 遊戲有豐富的地形與自由的任務設定 允許玩家縮密的在行前做好戰術規劃 結合擬真軍事生存體驗 以及多人合作協力要素 還有豐富的PVP對戰 《火線獵殺》絕境 絕對是喜愛戰術射擊遊戲的玩家 不可錯過的黏度搶檔喔 除了以上十款遊戲之外 還有像是白金工作室 與知名漫畫家貴政河攜手合作的星際電鎖 爽快射擊遊戲老招牌的最新作品 《戰爭機器5》 讓人又怕又可愛 添加許多全新要素的路易及洋樓3 風格清新可愛的橫向整軸動作遊戲 《天碎仲盜機》以及獨立遊戲神作 全新續篇的《空洞騎士絲綢之歌》等許多作品 也都會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玩家們 你下半年最期待的遊戲又是什麼呢 趕快和大家一起分享討論吧 2015 年離開了 Konami 的知名製作人 《武時藍孝斯》在 Kickstarter 上發布了自己的全新作品 這款名為《血咒之城 暗夜儀式》的遊戲 號稱是《惡魔城》系列的精神續作 不只吸引到大量的玩家關注 募資金額也突破了目標的10倍 甚至一度成為該平台遊戲募資金額最高的作品 雖然《血咒之城》整整拖了4年 直到這個月才正式上市 但它並沒有受到近年來募資作品 評價普遍不佳的詛咒 反而逆勢看掌 成為了這個月最受關注的遊戲 究竟這款作品是如何成功的守住招牌 博得各平台玩家好評的呢 今天的《思心風》 就要帶大家一起來看看這款《血咒之城 暗夜儀式》的過人之初吧 既然是《武蛇藍孝斯》的作品 那玩家們最想要的 當然是它過往曾經創造過的那些經典遊戲的樂趣了 《血咒之城》雖然改用了2.5D來打造 但不論是操作、各類系統、風格 還是遊玩時所得到的樂趣 幾乎都與《月下夜想曲》等作品別無二致 像是熟悉的飄逸墊布、真空劍 甚至是裝飾秘技等等 幾乎都和當年一模一樣 甚至遊戲還追加了煉金和種植等 當年所沒有的新要素 可以說是完全滿足了《惡魔城》粉絲們的期待 除了最重要的遊玩體驗之外 在長達4年的開發期中 遊戲還散入了大量的隱藏彩蛋和額外要素 像是可以用10多種密集ID 直接拿到限定裝備或把女主角的頭變大 又或是可以裝上高跳 用力頂圖書館NPC的屁股來拿隱藏道具 玩家也能夠裝上ES卡甲 變身成鏟子騎士換個遊戲風格 甚至還能夠在迎戰最終BOSS 前 挑戰遊戲製作人 伊卡這個隱藏王 遊戲中隱藏了大量的巧思 讓玩家在探索時的樂趣 比一般的《淚河戰士惡魔城》遊戲 還要豐富許多 不只是讓人回憶起當年惡魔城的樂趣 也讓玩家更有動力去探索第二輪 甚至第三輪的遊戲喔 遊戲在上市之前就先宣布 會有將近13個DLC 除了在上市時就同時推出的2週目 8bit關卡、夢野難度 以及Speed Demon等內容之外 日後還計畫釋出包括 第二個可用角色等7個DLC 重點是完全免費 甚至因為發行商的關係導致送貨延遲 他們還大方的給了參與募資的玩家 一人一組免費的Steam 序號 有鑒於近年來募資遊戲砸鍋的機率甚高 這次的血粥之城 暗夜儀式 不只遊戲品質 連售後服務也做得如此周到 的確是令人大感欣慰 雖然能夠充分感受到製作團隊的誠意和用心 可是遊戲依然有許多令人不滿之處 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遊戲的中文化了 雖然一直以來有不少的國外知名大作 在翻譯成中文之後的成果都慘不忍睹 但血奏之城暗夜儀式的本地化作業 仍然可以說是近年來表現最糟糕的代表之一 不只是時常出現感覺根本沒有較搞過的錯漏字 奇怪的與法漢名稱 更嚴重的是文本沒有斷行 導致後半段被對話框剪掉 根本無從理解台詞到底說了些什麼 一直到更新成1.02版本之後 這些狀況才稍有好轉 但仍然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 第二個可以說是同樣嚴重的毛病 就是遊戲的BUG多不勝數 從最基本需要死一次才能夠順利顯示為中文字幕 或是美式按鈕配置和日式按鈕配置 在遊戲中不斷的交互出現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裝有關鍵道具的寶箱 還會被自動開啟導致玩家無法獲得 這些大大小小的BUG 都一定程度破壞了玩家們的遊戲體驗 雖然大多數的狀況都無傷大雅 甚至有點有趣 但萬一不幸遇到了嚴重的BUG時 的確是相當惱人 儘管缺點相當明顯 遊戲也算不上是3A大作 但寫咒之城暗夜一室 仍然憑藉著它驚人的遊戲完成度和誠意 擄獲了眾多玩家的心 除了讓台灣玩家苦惱的翻譯問題之外 雖然全球玩家都知道遊戲有著大量的BUG 但在Steam 上依然累積了將近4000則 93%的極度好評 各大媒體也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由此可見 遊戲的內容有多讓玩家們滿意 目前官方也正加緊腳步修正BUG和製作DLC 也承諾會修正中文翻譯的問題 相信日後的遊戲體驗一定會持續的進步 不管你是當年為了月下系列作品 而深深著迷的老粉絲 或是想要一窺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魅力的新玩家們 都非常推薦你 一定要來親自體驗一下 這款充滿誠意的寫咒之城暗夜一室喔 眠る 永遠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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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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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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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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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滴滴滴 啊 也是 還沒 又快 asked 我不服ร 不服 不服 我超好吃 沒了 一定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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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